聖誕節我們除了要裝美去派對 但去完派對之後 怎樣保護我們的皮膚 怎樣做急救 同樣都很重要的 那你有沒有睡得很少 或者覺得皮膚看來很累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偏方 但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個個都有用 所以今天我就選了五個不同的方法 一起來看看 是不是好像傳說中的那麼好 最終的Sporting Water 可以幫我們的皮膚加快去重複 我敷上面試一下 有很多泡泡的聲音 感覺到有Sporting Water那邊的皮膚 是有少少痛的 不過有些人就說不用怕 這些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幫助我們的皮膚 就在做這個收緊的作用 我想大家可能都見過一些 炭酸的一些洗臉的東西 一些Mask 當我們用Sporting Water洗臉的時候 可能皮膚會覺得 很多氧化碳就缺氧 可能就會產生更加多的氧氣 令到我們的皮膚 就可以加速血液循環 時間到了 這裡剛才是有些激激的 好像很熱的感覺 現在還有一些紅了好像 所以這邊就是 跟之前沒有什麼分別 這個應該是我的皮膚下面的血液循環 所以不是過敏 大家也不用怕 所以大家記得用完梳打水洗臉 或者敷臉之後 就在三分鐘之內 快點塗洗 要塗到精華或者霜 才可以令到我們的皮膚 快點吸收 成功 成功 當我們的皮膚特別乾燥的時候 其實我們敷完Mask 就可以把Lotion 加多些Lotion 在Mask的表面 就可以幫我們有抹風的效果 鎖住精華 十分鐘 十分鐘到了 我現在就要轉到另一邊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不如我再加多一陣 Lotion 敷完了 我覺得Full Mask 加Lotion 好像真的會滋潤一點 但我覺得剛才我們 調轉了 其實Mask有一點乾 我就是加了Lotion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不需要 其實跟這樣一齊敷 沒有什麼分別 我自己覺得 這裡有一個暖的 綠茶的茶包 傳說中這個 對黑眼圈很有用 很熱 也挺舒服的 好像一個熱的暖包 敷一下臉 敷在這裡 其實一敷上臉 我就知道分別在哪裡 因為化妝臉 它不會保持熱力 而這個茶包是有的 一邊敷在眼裡 你感覺到它是暖的很舒服 而這個化妝臉 已經開始凍了 就沒有了那個熱力 好 好 一會兒先 三分鐘時間到 我這塊化妝臉 已經完全凍冰冰 再望望這個茶包的感覺 它好像用了眼罩一樣 你看看 黑眼圈有沒有走 真的有用 這隻眼 眼袋燒腫了 而且黑眼圈真的淡了 而這隻眼 你看到 還是很深色的黑眼圈 有用 快點敷回來 另一隻眼 去接它 開一隻眼 好 傳說中 天然的胭脂 是 對接我們的耳朵 好痛 這樣位置10秒 救命 我覺得我的耳朵會腫了 10秒之後 向後拉 對嗎 向後拉 再多10秒 5 4 3 2 1 OK了 不過我覺得我的耳朵超熱 耳朵紅了 但胭脂又沒有 早上起床 如果臉很腫 有一個穴位 我覺得是非常之有用的 可以立即見效 那在哪裏 那看一看 我現在的臉 我這邊是比較瘦的 這邊臉會比較脹 也容易腫 所以我現在會按這邊臉 將它按手一點 跟這邊一樣 感覺腰的位置 就會是 我們的拳骨對下 在臉中間的位置 這個位置 手指 中間這一節 放在這個地方 輕輕用力 5秒 放鬆 再按一次 有些軟軟的感覺 看到我現在兩邊 是平衡的 這個方法是我們做模特兒的 經常拍照前 都會按的 按完之後 臉馬上立體了 我選了五個不同的方法 大家 先倒一下 Lotion 嗯 嗯 嗯 啊